嗨 大家好 我是夏希 現在我們來到松菸 這個地方現在辦了一個展覽 叫做TCCF的未來內容展 聽說是一年只有一次 這麼大的盛會辦在松菸 大家一定要來看看 但最主要是因為 聽說裡面有很多未來的科技 因為現在我們在疫情的這個時代 所以裡面的很多科技 說不定接下來我們都會用到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吧 Let's go 2021TCCF創意內容大會 於11月10日到11月14日 在松山文創園區省達開展 其中包含內容交易市場 國際趨勢論壇 以及未來內容展三大區塊 還有一系列的周邊活動 而今天夏合希搶先帶著大家 一盔未來內容展 元宇宙的世界 首先經過蟲動 來到元宇宙世界後 第一件作品為光狼 進入前掃描QR Code 即可獲得一個自己專屬的 光圈及坐標 而透過投影 可以看到他們將COVID-19 確診資料數據化 讓作品每天都有不同風貌 接下來的5G共無樂 可以通過AI產生專屬舞曲 並在線上與舞蹈老師 現學卸跳自己的專屬舞蹈 來 5 6 7 走 1 2 3 4 5 6 7 8 我覺得你要預測一下 87分可以吧 87分 那是現在最低分 對啊 那不是最低分是88 你問的是87 你有搞錯嗎 89秒 OK 果然是有揮票 就算好了 那你跳得不錯 跳得不錯 跳得不錯 但沒有掃揮到那個AI對不對 對 應該是沒有掃揮到 對 應該是沒有掃揮到 好 我一定都是88 8 我知道老師手一開始有彎 經濟很重耶 老師 除了跳舞外 在展區內 還有透過Vira打造的虛擬KTV 讓身在異地的朋友 也能有一起在KTV 同樂的效果 好 我看到Joey了 嗨 一顆心糊塗糊塗的狂角 一瞬間煩惱煩惱煩惱 全忘掉 我摔掉地球 地球摔掉 只要越高越高 我決定了下次來 我要跟朋友一起來 可以吧 可以嗎 可以啊 OK的 讓女生比較喜歡唱歌 那也OK 好 在未來內容展中 還有其他共識七件作品展出 大家都可以在展期間 免費置身在元宇宙的世界 經過這次的體驗 夏和熙也分享了 自己最喜愛的作品 真的最喜歡的話 因為在疫情期間 其實我每天都在家裡看 那個iPad 然後都在家裡跳舞 這樣就是想要瘦肚子 然後就一直這樣 就是他們都會一直跳 一直跳 然後有時候想說 有點沒有成就感 但剛剛那個我覺得 它可以計算 妳的身體的位置 是對的還是錯的 而且剛好如果跟瑜伽老師合作 他還可以糾正妳的 對啊 對啊 只是就是 可能我剛剛外套穿比較大件 所以沒有偵測到 下次我自己來的時候 我再拍給你們看 我覺得我會超過 可能穿緊繩一點 我會穿 做Yoga的那個 Legging 對Legging 那你想要推薦好朋友來的話 你會想推薦誰 然後來幾天什麼 我覺得因為這個疫情期間 我們已經失去很多的訓練了 所以我覺得 然後呢 因為宇輝哥在家裡 其實就是一個high card 再加上那個KTV的模式 我覺得大家一定會唱得很開心 我跟你講 我們家 雨晨跟 亭吾都是情歌王子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系統 我覺得我們應該 每個人家裡都要有一套 不管是自己來 還是跟著朋友家人一起同樂 相信這些未來科技 肯定能讓大家打開眼界 未來內容展 從11月10日起到11月14日 一連五天在松山文創園區 2號 3號倉庫 以及南向置研工廠 大家千萬別錯過啦 玩具樂中文集的蔡桐桐採訪報導 放世民 電視 電視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